嗨 老師 嗨 老師 我們有女生的網友啊 寫信來問說 她跟男朋友做完愛之後啊 她男朋友都有點 懶懶的樣子 她男朋友說啊 那是一個聖人模式 真的有這玩意兒嗎 有 這個聖人模式就是 男生在射精完之後 有一個叫做不反應期 這個不反應期 數分鐘到數小時 甚至數天都有 但是大部分的男生 應該都是數分鐘到數小時 是比較多人有的啦 所以有些人會到數天啊 有 這個不反應期 講白話一點就是 你今天做完 到你下一次想要做愛的時間 中間這段時間要不反應期 那有沒有男生有可能 做完愛之後 沒有聖人模式出現的 不太可能 因為你就算沒有聖人模式 你也會有一段叫 你的自己頭低下來之後 他要再再起來 也是需要時間的 那你再怎麼樣沒有聖人模式 我們身體的生理反應 就是也會有 再短要幾秒鐘吧 不可能完全沒有 它就是我們的生理 身體是很誠實的這樣 對啊 你心裡可以沒有聖人啊 但是你的身體 身體 不太可能 我來告訴你為什麼 對老師 這聖人模式是怎麼來的 這聖人模式為什麼 我剛剛說 為什麼不可能沒有 就是因為 當男生在射精的當下 我們的有一個神經 大腦裡面有一個神經傳導物質 叫多巴胺 它會到最高點 它的濃度會到最高點 那這個多巴胺是讓我們快樂 讓我們興奮 讓我們很專注的一個東西 那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影片說 男生射精網會分泌另外一個荷爾蒙嗎 叫做蜜乳激素 還記得吧 蜜乳激素跟多巴胺 它們兩個是互相會抑制的 所以當你蜜乳激素出來之後 剛剛那個讓你快樂 剛剛那個讓你快樂 讓你興奮的那個多巴胺 就會開始下降 所以你就會變得相對冷靜 沒有比較沒有慾望的這種狀態當下 所以它是蜜乳激素也會影響 蜜乳激素會影響 但是其實就今年有一個最新的研究 可是它是動物研究 還沒有人坐在人體上 還沒有人去研究人體 動物研究其實最新研究是說 男生的不反應期 跟蜜乳激素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它是老鼠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目前 我覺得解讀在人身上 還是跟蜜乳激素是有關係的 就是用蜜乳激素 因為蜜乳激素 結燙了你的快樂的荷爾蒙 所以你就會相對變得很冷靜 沒有慾望 就好像你很餓的時候 吃完一碗飯 那你對第二碗飯 就會變得比較沒有相對有食慾 那就心理上面來解釋呢 你的信慾一旦被滿足之後 你要有第二次 你的那個慾望本來就會比較低 所以剛剛問我 有沒有可能沒有聖人模式 不太可能 因為你的信慾一旦被滿足 你再怎麼樣 慾望就是會比較相對的 低一點點 了解 那老師它這個聖人模式 是男生專屬的嗎 女生會有嗎 當然不是男生專屬的 有聖人跟聖女模式 只是為什麼會叫聖人模式 是因為男生基本上 百分之百都會設計 那設計就是高潮嘛 剛剛說的高潮的機制就是那樣 但是我們講過了 女生第一個 女生比較難高潮 那第二個 女生的高潮是需要時間累積的 男生的高潮是瞬間上去的 所以基本上男生女生分泌蜜乳激素的 在高潮之後分泌的蜜乳激素濃度 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的不反應期的感覺 也不太一樣 但是呢 女生的蜜乳激素是什麼時候 會比較明顯 就是聖女模式 那個就叫做女生的哺乳期 女生在哺乳的時候 蜜乳激素會濃度比較高 所以很多女生在生完小孩 或是在哺乳的時候 她就會說 她就會對 她就會比較沒有欲望 所以其實男生 你有聖人模式 女生也可以有聖女模式 多多請量 你婚後的老婆吧 所以呢 男生的聖人模式 跟女生的聖人模式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濃度不一樣 還有就是 每一個人的反應不一樣 然後我是覺得 不用跟你的歷任比較 或是跟你的朋友比較 因為本來我們 每一個人對性的欲望 跟性的反應 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只要女生 也有高潮的話 也是會有聖女模式 的確 女生如果真的有高潮 她也會有一段放空 甚至想睡的時間 男生有的女生都有 所以女生沒有聖人模式 是男生的問題 嗯 是這樣嗎 但是你也不用拿這個去跟女生說 欸 你怎麼沒有發呆 你真的沒有高潮 這樣 好的 謝謝老師喔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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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